印度消费者对饰金大幅减少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跟大家讲解一下 大早晨 今天是2024年5月13日 星期一欢迎大家收看《财经早餐》的节目 现货金价在2280美元之上 已经维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面对着这么昂贵的金价 相信大家都很关心 在消费层面上 对饰金将会带来几大冲击 在上星期五 刚刚是印度的佛陀满月节 这个节日是被视为在印度计排灯节后 第二个在当地最大传统的买金的节日 据路透社引述当地的金箱就说 今年饰金的销售明显不及去年 这方面实际上当地的金箱早有心理准备 因为以当地的金链在这个节日期间的 价格去计算就较去年要高成21% 但他们真的想不到情况会有这么差 据路透社引述一些位于猛买的金箱就说了 他就说他们今年的饰金的销售量 更加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二的水平而已 我们记得在今个月初从世界黄金协会的 公布出来的全球今年首季度的黄金供求的数字 显示在首季度全球对饰金的需求是535吨 按季跌了8.6% 按年还有上升0.75% 情况也不算严重 但不要忘记在第一季度 当时的平均金价只是2069.8美元 但到现金来说 金价已经是高企2364美元 这个明显是价格上有一定的分别 当然由于现金的环球政治气候的混乱 相信这方面可以继续为金价带来支持 但饰金的需求如果不足的话 始终会限制金价短线上升的能力 好了 让我们转看日元 据商品交易委员会的数字显示 直到5月7日即是上星期二 在芝加哥期货市场上买卖的外汇期货当中 日元的淨空仓合约的张数 虽然较两个星期前有17万多张的情况 降低了不少 但淨空仓合约的数字 依然是庞大达到134922张 似乎炒家依然不肯放弃做空日元 日本财金官员虽然警告 会干预日元的汇价又恐吓 可能会加息等等去捍卫日元 但面对联储局迟迟不肯减息 令美元和日元之间有较龐大的息差差距 令日元缺乏理据上升的情况 再加上面对着庞大的债务 市场都质疑日本央行有没有能力作出加息 所以这也限制了日元汇价的走势 今早在亚洲市场 我们看到日元汇价是接近156对1美元的水平 最后提提大家 今星期市场的焦点 相信离不开星期三 美国公布的四月份 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胀数字 现在市场估计美国四月份的表面连通胀率 将会由三月份的3.5% 略为回落到3.4%的水平 如果属实的这个数字 或者是会令到联储局 很难提早它在九月份作出减息 而按照现金美元利率期放价格变化显示 现在市场估计联储局有待十一月份 它的减息机率才去到100% 至于九月份的减息机率 仍然只有65%的水平 好了今天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明天再见